聖玫 聖玫 你作為這個女性 你覺得誰比較大理 當然我兩個店都沒有 所以我來講一下 我的看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主題 是在於就是一個理所當然 我認為這個哥哥從小 就很照顧妹妹 因為小了十歲 所以妹妹也覺得 哥哥要把東西給他是理所當然 可是哥哥結婚之後 妹妹的想法 剛剛各位都有講過 就是我不管 你就算現在是結婚 你還是我哥哥 所以恐怕他也不會去思考說 我都已經大學畢業了 我不應該領這個錢 而且人家有家庭 好 而且問題是 沒有沒有 現在有一個貓逆事 這就是我要譴責男人的部分 因為這個男人 長期的被妹妹 視為理所當然 對不對 該給他檢查 但他現在甩不掉這個包袱 因為我認為是哥哥都想要 不要再給妹妹了 如果哥哥的心態也是這樣想 我都有大寶二寶了 我當然不可能再顧及到妹妹 可是我說不出口 所以呢也不要去怪這個大嫂 為什麼呢我認為是他去跟妹妹 講的時候他說不出口說哥哥現在結婚了 哥哥現在都有二寶了 所以這個錢我不會給你 不可能 所以他一定是拿老婆當理由 說不好意思喔 那個你笑對不對 很多男人不都這樣嗎 那個大嫂 這個已經把錢都已經付在大寶的幼兒園 這個不好意思 講半天 他就把鍋甩給大嫂 因為他會覺得理所當然 是大嫂的問題 不是我妹妹 我還想照顧你喔 可是是因為大嫂 所以你看這裡面不是講說 那個小姑跟大嫂大吵了一架 不是 跟哥哥大吵一架 你看這個哥哥 通常家庭是這樣 就是那個大的 常常他必須要無怨無悔的付出 對 兄弟姐妹覺得理所當然 對 你如果沒有付出 他反而怪你 第二個是家裡那個 比較賺得多的那個 好像也要這個多付出 你如果是沒有付出 你如果付出是理所當然 如果沒有付出 大家就覺得你當生 無良心 嫁交 無心無意 有感受喔 對 有 有 有 我這邊是一個 也是一個朋友 結果他們是小朋友說 爸爸媽媽當初有說 就是說 家裡錢沒多少 就是這些錢 你們要貸主 你們還有人選定貸主要做什麼 結果這個就是選定貸主 他就一直這樣 因為錢還要來 到大學的時候都要辦公辦讀 那個妹妹很愛唱歌 他就說那我要拿去訓練班去 去學歌 學唱歌 當然這個這個當下的好像立芬嘛 學唱歌一定賺得多錢 要賺很久的就賺不錢 結果不是 去學唱歌 結果你知道那個年代 這四十幾年代 那個年代在這個應該講演藝圈 很難分 那立芬真的沒那麼簡單 結果分到後來就是怎麼樣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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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連那個婚姻什麼都沒有 複雜的 對 很複雜 然後那個姊姊就是一直砍 後來他就是怎麼在一個機關裡面 康律公務人員 怎麼打得很好 他就是這樣子一路的 真缺真缺這樣在生亡 但是後來別的都沒去 這個妹妹因為後來他就是很很糟糕 就是變得好像每天都在打 打麻糬 叫這種情形 好了他就會常常 偶爾 時不時的就會來跟姊姊 好像說就一滴錢 剛開始都是借 借都沒還 借都沒還 但是姊姊都想說 反正這個妹妹這樣子 浪漫溜漫 要不然就給他一點點 那就會就是偶爾就是說這樣 幾幾千塊 甚至萬一這樣來 給他這樣就對了 但是後來有一天 那個妹妹他早來跟姊姊說 他早來引導 孝勞就說 他說 我的朋友說 我的姊姊為什麼經濟這麼好 因為這個當然後來有賣家 什麼種種 有 我的姊姊經濟這麼好 為什麼沒有提拔妹妹 為什麼沒有提拔妹妹 那妹妹提拔不了 因為妹妹煮不燙 那妹妹提拔不了 你也要拿一些給她 你不可以讓她這麼艱苦 所以我的所有的朋友都這麼說 這樣來 就在那邊提拔 這樣吵鬧 結果到後來連東西都這樣 好像說家裡的東西 這樣把它揹下去 當然沒有弄得很大 就揹了 鬧得哭鬧得很嚴重 姊姊沒辦法 後來姊姊什麼 起到不能說 因為說不出來 他沒有妹妹 因為妹妹混過社會 比較會說話 姊姊說沒話 到後來姊姊怎麼樣 卡定的報警 因為覺得說你不應該來我家裡 這樣子鬧 鬧得我 雖然說大家都沒人在 但是鬧這樣子我也受不了 就嚇到報警 結果報警警察也是要 他看一件這樣而已 結果後來他們就申請一個叫什麼 所謂的保護令 就是說阿爸你妹妹 不可以來到我們家幾公圈來 結果後來那個妹妹你知道他怎麼做 他每次姊姊上班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譬如說10公圈 或多久 都在那個地方 在那裡擠在那裡 趕快去那裡擠 那個姊姊要怎麼樣你知道嗎 沒辦法 這樣很容易看 大家都知道印字模樣 他說來來來 只好再把酒回家 後來再問他說你到底是欠多少 不然你這樣一直來把他用軟的賣 那個叫軟的 軟的也要 軟的也要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結果後來他說欠10萬 10萬的給他就好 對啊 後來姊姊給他 但是你要寫一張單 從此 從此以後 你不可以再來給我拿錢 後來那個姊姊真的10萬給他 後來我們朋友就不再說 真的男子膝下有黃金 那個女兒 兩個是姊妹 兩個是姊妹 你知道那個 結果我們也整10萬回去 整10萬 是 周老師 你家也算姊妹 你算比較厲害嗎 我比較認真 比較認真 我從小 我覺得你蠻靈光的 而且很認真 讀書也認真 因為我從小在家裡是 應該講說 爸爸說這個不能做 我就從來不做 老師說這不行 我就從來不做 因為我們摩羯做的人都這樣 就是一個 今天已經想到 今天年齊一定想到年底 我不會 私慮比較遠 對 我一定是想的 我人無言力比有盡優 我一定想很方便 所以我的事情我都一定要做 所以我從來比較不會拚 你的經濟狀況應該是裡面算好嗎 應該算是 從前面來算應該是 要付出嗎 我的付出應該說的 妹妹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帶妹妹他們去日本旅遊 也算 我也是這樣 你負錢喔 我小孩 我負責 我們第二天跟妹妹 因為以前我也經負責 所以這次他們自己負責 我妹妹那個我負最小孩 因為他這樣負責我去 結果他這輩子你知道他 還要寫個line給我 他說姊姊 我 我的朋友都說 人家姊姊沒有這樣子 在對付妹妹的 所以我非常感謝你 非常感恩你 我很感激 我好寫一大堆 好了 好了 又繼續寫下去 去日本要花多少 你妹妹 這樣要付多少 我不知道負多少 因為機票 跟超大 全部都付 幾天 去差不多十八天 有 半個月了 十八件一張十五萬跑不掉了 做那麼多人一定只有經濟艙 我自己都捨不得做頭等艙 或是商務艙 我不要坐那 有一次我們女兒放我負責 我有坐那而已 不錯 經濟艙不錯 我都坐後艙 你BVIP喔 所以如 現在大家經濟艙 差不多兩萬五啦 兩萬五 去日本 去北海道愛愛 十八天一枚或算一萬就好了 這個住 住的話 日幣應該現在都兩萬痛 兩萬痛就差不多 一個人 他是算六七千塊 臺幣 六七千塊 還要含吃嘛 含吃 這樣一天一萬 他的都算 那個叫 負兩餐 所以你這樣要付幾幾萬元呢 要啦 一定要 差不多啦 差不多嘛 姐姐 姐姐 我也會感恩戴德 但我講實在話 這姐姐也有用 那個妹妹也不錯 妹妹事後很多的感情 對 有的感覺理所當 像我這個朋友 他是我非常切 我們等一下來說 來 先休息 請問我 今晚我看 到後面